不如我们先把他关起来 问出他的银行卡密码 他要是不说的话 我们就 谁 兜兜 正好你们的计划被我发现了 不如带我一个 没想到威艾人和王管家居然想谋害富帅的财产 今天要让他们完全相信我才行 你和富帅是同学 为什么要参与我们这个计划呢 当然是他们的他那么有钱啊 哼 有钱人就可以为左翼为骂 有钱人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你想加入我们总要有点诚意吧 只要你问出他的银行卡密码 我们就相信你 你不会不敢吧 多多同学 我当然敢了 你们等着吧 果然觉得他们的信任没那么容易 对不起了接受富帅 富帅同学 那个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看电影啊 嘿嘿 我要去 走吧 会先介绍哥哥 你不能去 为什么不带我 你们 你 你就是不能去 兜兜 你终于发现我的好了 兜兜 你 我们走吧 富帅同学 富帅同学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兜兜 啊 你怎么知道的啊 你都约我单独看电影了 我当然明白 哎呀 你问过了 富帅同学 我今天在学校捡到了一张银行卡 我猜是你的 所以我想问你知不知道卡的密码 如果答对了我就还给你 你约我看电影 居然就因为一张银行卡 丢了就丢了吧 反正我还有一万多张呢 啊 这不好吧 你们肯定有不少钱呢 那么多卡我可记不住密码 我都是用指纹支付的 那好吧 富帅同学 既然不是你的我就先走了 你们都听到了吧 不是我没问 是他自己都记不住密码 只能用指纹 这也算有用的信息了 好吧 兜兜同学 我们相信你了 明天这个时候 大家到学校后面的山上 我们需要赶快制定计划了 好